今天仍有陽光,天氣酷熱 但大家要留意,明天開始天氣會有明顯的轉變 現時在南海中部見到一個比較大的對流雲團 它是與一個熱帶低氣壓相關的 預料這個熱帶氣旋會在未來兩三天 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並逐漸增強 明天本港風勢會逐漸增強和趙雨增多 視乎本地風力的變化 天文台會在今晚考慮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除此熱帶氣旋逐漸移近廣東西部沿岸 我們預計7月1日假期 本港風力會達到強風程度 受到熱帶氣旋相關的外圍雨大影響 香港天氣會逐漸轉壞 7月1日有狂風趙雨和雷暴 海有湧浪 週末期間雨勢會有時頗大 在熱帶氣旋登陸之後 香港會受活躍偏南汽油影響 下週仍然間中會有趙雨 從雷達演像看到今天有些雨大 從東面掃過來移近香港 我們預計明天本港稿雨會較為頻密 7月1日會吹強風和有狂風趙雨 留意週末期間雨勢會有時頗大 到下週初天氣持續不穩定 由於天氣逐漸轉壞 大家在計劃7月1日長假期的活動時 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資訊 海面會有湧浪 市民應該要遠離岸邊和停止水上的活動 另外為安全起見 大家趁現在天氣還未轉壞的時候 儘早完成防風和防水浸的措施 綁緊棚架和臨時建築物 沙拉 獸票 創ージ 在 谢谢观看